自从美国知名连锁炸鸡店水手炸鸡 推出限量鸡肉汉堡之后就抢翻天 有民众不惜排队好几个小时 甚至大大出手 而就在昨晚马里兰州一名男子因此丧命 也不不禁让大家质疑 这种饥饿行销是否该画上据点 美国知名连锁炸鸡店水手炸鸡 早在八月推出炸鸡汉堡时 引发了美国时刻暴力增强 甚至卖到材料短缺停售 不过在11月1时水手炸鸡又在国际三明治日隆重回归 再次引发了大批顾客正先恐后的购买 不过在昨天晚上美国马里兰州水手炸鸡店的停车场内 就有客人不满其他人插队 一气之下将对方刺死 现场正在排队的其他顾客指出 一名男子因为插队引发其他人的不满 并在离开店后遭人拿刀猛刺 最后男子倒在血泊之中 警方表示被刺死的男子28岁 发现时身上有多处刀伤 目前警方正在追寻该名嫌犯的线索 这并非民众第一次因为水手炸鸡的炸鸡汉堡 引发斗殴事件 先前在8月推出时 也曾发生过因不满没买到汉堡 而持枪禁电恐吓店员的恶性事件发生 事后因为泰国热销导致原料不足 最后公司宣布停卖 没想到历史两个月的漫长等待 炸鸡汉堡在11月3日 国际三民质界隆重回归后 却发生插队命案 PowerPass随后发表声明说 我们对发生在马里兰的悲剧十分悲痛 我们暂时不清楚该起事件 是否由争抢我们的产品而导致 但任何人都不应当 在周一晚上的停车场丧命 我们与受害者的家人与朋友同在 并会全力配合当地执法机关 但民众似乎并不买单 互联网上的质疑声也是不断 到底是缺上面包还是没有肌肉 如果PowerPass不能解决原材料的问题 就请停止出售该产品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